登錄之後 我想每個人都一樣 要想一下 退休生活是怎樣 你有沒有想過 你登錄了沒有? 如果你還沒登錄的話 我想你也會想一下 如果登錄的話 你也會像我一樣 我喜歡到處走的 我沒有喜歡留在一個地方 所以 我很渴望我自己一直走在不同地方 住幾個月 那裡住幾個月就OK了 對不對 做KOL 沒什麼所謂 哪個地方都可以 有些人說 你換一下報警都不行 我走的時候就會換報警 你放心 想不換就不行 那麼 其他人 留在香港的話 那麼 怎麼想呢 我之前說過 香港是一個很好的退休地方 為什麼呢 你不只是香港 大灣區 所以最近 這個大灣區退休 成為了很多人的一個 熱門的話題 今天要跟大家說一下 怎樣在大灣區退休呢 我呢就試過 住深圳 北京 和廣州的 所以我就比較習慣 在國內生活 用一些不同的Apps 稍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先說一下香港退休的生活指數 那麼 有個統計 就說 過了一年 這個退休生活支出 現在增加了每個月1000元 平均就約14700元左右 我想這個算是租 不然的話 比較誇張一點 應該 香港不一定要這樣的價錢 如果你是譬如說 住公屋的 我想不一定要這樣 那麼多錢 10000多元OK啦 但又不是一定要需要那麼多錢 當然很多是如果你計算 因為如果醫療應該 很難去 計算下去 高消費群就是23000多元 這也是合理的 現在 有很多增幅升幅 是來自甚麼呢 就是要旅遊 以及跨境的開支 調查後發現很多退休的人士 Kh forth 很喜愛去內地消費, 平均兩個月就去一次 兩個人真正好,因為為甚麼呢? 你會走路,對身的健康好一點 每一次就平均花費是 1350 元人民幣 那都合理的,如果回到潮州,我都試過 跟我太太、跟我女兒一起回去潮州 有很多東西吃的 有很多人去逛一逛, 渴望圍圈地去逛一逛 是很可惯的 但去一次就夠了, 都去過名店了, 沒什麼特別的事 因為我對國內的地方都很熟悉 以前經常去廣州, 久不久有時間就去廣州 因為是熟廣州, 又說廣東話周圍都容易很多 有很多不同的店鋪有興趣, 喝酒樓等 都是類似的地方 每個月支出超過15000元 算是不錯的消費群 比去年同期升了3000元 高消費群每個月升了3000元 到現在是23600多元 即是上一年高消費群是20000元左右 現在越花越多 合理的, 因為你有錢 去到國內生活的話, 多幾千元一個月花 是很開心的, 差很遠 起碼整個潮州可以吃 不用潮州 現在有很多牛肉 可以吃得到漂亮的牛肉 香港吃不到的, 又貴又盛 高於香港的中位數 即是收入 20800元, 即是說 一個高消費群的銀發族 這些每個月消費 其實他花的錢更多 一個中位數字 香港人所賺的錢 你想想, 多厲害 很多都是以前做一些 專業人員 人事 賺到錢 通常都能買到不止一間房 或者買一間房 都是很貴的 數以千萬計 他就有資格花很多錢 因為他已經有間房公園 或者升得很厲害 如果再買一間房 就更加誇張 我也認識很多這些人 退休人士 每一次在大眼區平均消費 1350元左右 深圳消費的情況 每一個香港人平均是673元人民幣 即是說 差一倍 即是說 銀發族 全面是 花錢多過你普通的 年輕人、年輕人 有錢要花 無後顧之憂 每一天每個月 就是花了那些 用不完 用極的 那些 不用怕未來 你也沒有什麼未來 所以 退休人士 只要他算得好 算自己 例如 有些股票 收股息 有些房子 租給人 或者有些存款 每個月都一定有收入 那你就可以了 你不要去 重點生活 最重要是 已經沒有了 子女的負擔 有些還要 有些子女 會不會給你錢 或者每個月都給你錢 那夠了吧 對於每個 踏入收成期的 樂活族 我們叫做 有足夠的資產 那一天就 要及時行樂 這些叫做 及時行樂 好好享受 退休的生活 我不喜歡的 老實 如果你叫我 譬如說 你不用工作了 只是去玩 去吃 歐洲我經常去做 但我不是很喜歡 老實 你叫我這樣 你說我現在就退休生活 我很開心 我每天看著 說話 然後 賺多少錢 另一回事 但是我可以分享我自己的知識 或者我自己的意見給大家 那你說 究竟我到處去旅行 開心點 還是現在的生活 我可以告訴你 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 我現在開心點 是啊 我有很多話說 我也說 我的子女說 哎呀 講到都沒有人聽 現在 好了 現在人聽了 不用去聽 我對錢的要求 是沒有那麼高的 我反而 喜歡 即是 哇 你經常可以跟別人說話 有些人有反應 我喜歡 即是 例如說 去哪裏玩 去哪裏吃 什麼 OK 即是 我以前都 經常在國內都是這樣 有做這些事情 但是 我不覺得 久不久一次 因為 都很理解 整個環境 我又不是很喜歡 走來走去的 所以 有些人是喜歡去 什麼 即是那些旅遊區 我最討厭 全家人都不喜歡 女兒子女都不喜歡 去到歐洲的國家 我們從來都不會去 那些交區 那些什麼 古堡啊 那些什麼 你經常看 是不會的 走去那些商場那裏 坐下 Coffee Shop 吃一下雪糕 就算了 然後經常都說 回到酒店 神經病 整家人都是這樣 然後你又拿著iPad 我又拿著手機 動一動 那我就叫我去旅行 最多就是去 某個地方 那裏吃一吃 某些特別的東西 就是這麼多 是的 所以呢 即是 很多人喜歡到處去走 我們走兩次就悶了 就是 都去過了 那些人都去到每一次去潮州 很開心的 哎呀我們去了兩次就夠了 大哥 真是 周居勞動 沒有興趣 你最好到處那些地方 有得吃 那就好了 在那些位置上 所以每一個人不同 生活的環境 那麼 香港人的退休生活 平均開支是 他們退休前的 50%左右 那麼 79%的受訪者說 對現在的退休生活 整體的質素 都是滿意的 所以 退休的生活 是以愉快為大前提 消費 就是自在樂趣的 是的 如果你的太太和你一起 都是可以 走得動的 當然要走多些地方 去多些地方 是不是 那麼 這裏介紹一對 已經退休的夫妻 他們有些故事 就是在這個國內 就是大眼區 買了樓 大概都是一百萬左右 百零萬左右 很大的 已經千多尺 什麼都夠了 兩個人都打關斗 那麼 現在就說 每個週末 都會 所以 哇 是啊 英國 你真是很離譜 四月底 都已經 突然間又 凍了 皮膚立即乾了 所以 真的 不要來英國 如果你不喜歡天氣 真的 尤其是你上一年多的時候 你除了因為和家人 如果不是的話 我經常勸子女 回到亞洲 現在每個週末 他們都會去北上 會自己設計一下 搞一下房子 然後 然後 找食物 一定是這樣的 現在實在太方便了 有些apps 小紅書 一大堆 什麼都有的 當然 要上去消費 上去生活 要先拿到銀行戶口 我們這些 有很多 有很多個銀行戶口 還有內地的電話 這些是必須的 對不對 所有的常消費支付 都可以解決 所以要綁定了電話 的號碼 不要經常聽 一些古靈精怪的電話 經常有些人 就電騙 現在不知道是不是 都被拘捕了沒有 不知 很難被拘捕了 網上購物 是很方便的 所以 你只要 叫一些東西 傳到你的地址 下面有些 那些 那些櫃 現在 速遞的櫃 給你一個密碼 你按一下 很容易 以前我們住在深圳 都是在櫃裡拿東西 那 基本上 你會玩這些淘寶 就已經是 付費了 很容易 那 娛樂方面 有些人說 跟香港差不多 裝了一個APP 就可以了 看到香港的電視 勉強可以這樣說 但是 社交媒體也可以用到 我自己就這樣說 不是的 因為上網是困難的 尤其是你看一些 香港某些 它還是封鎖 那 你要用這些 就是 上網去看 譬如是上youtube 就很麻煩 那 流量很慢 那 總而 比較吵架 那 這裡 你要適應一下 那 主要購物當然 香港人很多現在都認識了淘寶 這樣 拼多多 這樣都認識的了 那麼 退休 內地消費 就 因為很多香港人是收的 香港退休金 那 如果你是有 就是 在這裡有準備的 幾十年這樣 那當然 你要用香港的錢 在大陸的消費 如果你也搞不定的話 那麼大陸就死定了 所以一定是 等於是天子嬌子的了 那麼 現在這個階段 就是 最好 就是你要早些 安排一下 多些上去 了解一下整個環境 那麼 有些人呢 就會集合一批人的 就是 在一個的 就是 整個 屋苑 你可能 譬如說 以前的人 我去珠海 在這個屋苑 那我就全都在那裡了 即是類似這些事情 如果你這樣 就會好些 即是香港人來英國也是這樣 我們看到一些香港人 就 即是 十家八家人 住在一個 屋苑那裡 那麼 因為他們也是有小孩子 於是聚在一起 容易一些生活 大家互相照顧 這樣 你去到街上 有時候貓也有人照顧 哈哈 是不是很開心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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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當然 很多人就 因為已經過了六十歲 那麼 就去深圳那裡 吃喝玩樂 很省錢的 為什麼呢 六十歲以上的長者 就是我們這些 已經 六十歲以上 就可以走一 在深圳地鐵 免費的 哇 是不是很開心呢 免費坐地鐵 哈哈 那麼 如果你是 住近 粉嶺 或者上水 即是 用 下游卡 即是 坐小巴 兩元 那麼 就可以去到鄉原圍那裡 口岸 過關 那麼 來回都是四元 是不是很便宜呢 便宜到媽媽不認得 那樣 然後去搭地鐵 就不用錢了 哇 即是四元 整個旅程 全部 玩了 厲害 當然 如果你不是 在這兩個區 的話 就要花多些 即是要 給多兩元 那麼 那麼 基本上是很容易的 總之都是幾元雞的東西 你就可以 從香港的地方 去到深圳 玩完整個深圳 回來 四元 死未 或者八元 就是這樣 剛剛才 你現在香港八元有什麼用 現在 我 我經常記住 因為為什麼呢 那些人說 你什麼時候可以吃什麼口早餐 因為我 我 自己 後來生活 回來香港 那段時間 我就是 沒有去吃早餐 我喝茶 對不起 那時候 我去中均澳 中均澳 有茶樓 但是 有段時間 很久了 在另外的區域 有大快活的 我就會去吃早餐 後來有茶樓 有茶樓 就去茶樓 沒有茶樓才去大快活的 那些 我吃早餐的時候 還要二十多元 現在 看看 原來三十多元 我都很害怕 老實 三十多元的早餐 成本是多少錢 難怪香港的消費 真是 真是 不差 比其他所有 歐洲的城市 都近況 所以 難怪 北上 是合理的 完全是合理的 你這樣的質量 在北上 十多元 一定可以 就是 我們在深圳 就是這樣的 那時候生活 早上 很多時候都不想 煮東西 懶 那怎麼辦 就叫 叫粥 你哪一吃 香港哪一叫 叫粥 大家很開心 送過來 油炸鬼也有 有些很新鮮 你想想 是不是很興奮 有時深夜 要吃油炸鬼也可以 真的幾衰 對啊 對身體不太好 吃少少 有些人說 深圳當然最主要吃東西 吃一條八斤重的鱗魚 三吃 厲害 最鮮嫩的地方 白灼 然後 骨腩 蘇炸 其他肉 搞成如蓉 做白灼 裕球 再配兩個小菜 八個人吃到飽 跟他們買單 500元人仔也不用 不用了 老實說 我們很可心 很興奮 以前在北京 在廣州 深圳的生活 當然經常有這些 但是現在 你也要想 所以你要看 你自己喜歡什麼 生活 是的 國內生活 是有這些好處 但是你記住 總之你不要忘記了 食物背後有些什麼 OK 我也是這樣 催眠了自己 要不然你出不了 食物 我當時 我一個人住 就很少出去吃 家人一起就有 一個人就盡量在家裡 自己蒸魚吃 喜歡吃的食物 比較是 就是 免得盡量去吃 外面的食物 好了 珠海的樓價 就跌了 現在百多萬 現在不是珠海跌了 全世界都跌了 在大陸裏面 是不是 還可以跌了 所以你百多萬 就可以買到一個 千多隻的三房單位 沒有所謂啦 八多萬給他 千多隻還想跌 是不是 吃鬼蛋 章收 幾萬元 就盡量 我不要那麼衰 多一點 自己都年老 好像蔡蘭 那樣 請多人 服侍自己 開心一下 還是那頭近 對不對 剛剛 還省錢 什麼鬼 統計說 57.9%的退休人士 有意移居大灣區的內地城市 現時香港人 北上退休 仍然存有退休金 福利等不確定的因素 這些是 一定程度影響了 香港人 的意欲 現在要有些 聰明一點的人 如何搞定這些事情 粵港澳大灣區 有了 世界一流的基建 現在當然有 大佬 廣珠澳大街也沒有人 沒有人去的 下一步就要完善一下 跨境生活的軟件配套 那麽你自己如果找地方 要聰明一點 即是 某些地方 有地鐵的 不要在那些 上班下班的時間 那麽就可以了 那麽 有了完善的 配件 配套 香港人就可以有一個 享受世界的選擇 退休 那麽 在過去幾年的內地人 已經完善了香港人 北上的生活 創業 就業 這些配套 一點點 我覺得 那麽 給了香港人有本地的待遇 但是 基於香港人有本地的福利 不能夠跨境 這也是 但是我覺得很快 因為他很想吸收你香港人的錢 國內當然 大佬 所以 盡量會 因為現在香港經常都要求 廣東省或者大灣區 和我做什麽 做什麽 所以他當然可以說 那麽你通通 那麽你通通 令到你所有的退休金 可以直接 例如在國內 怎樣去 拿錢 諸如此類 他都會換人仔 他沒有所謂 香港是港幣 即是給外匯他 很開心 香港的65歲以後 以上的人口 現在已經160萬 你想想 四分一 差不多 嚇死人了 四分一 六百四十萬 現在七百兩萬人 差不多了 不到四分一都差不多 20% 20幾% 哇 誇張 當中有110萬人 領取社會保障金額 當中只有22,000人參與 廣東計劃 和福建計劃 在這兩個身份 展開退休的生活 在這方面 放寬不上的限制很重要 包括把範圍擴展到內地 更大更廣闊的地方 豁免了領取社會保障金額 每年流港的限制 其實在這裏要講一講 因為很多人 其實在七十年代 你知道 當時很多人 因為那個 港英政府的機制 抵擂政策 他們會偷渡下來 他們現在已經 老了 退休了 每個人都是退休年齡 所以他們回到他們的鄉下 他們是很合理的 又認識一些鄉親戚 說一些鄉下話 很習慣 很多這些人 所以是需要去搞這件事 等於以前 直通車 新年會發瘋 排隊 買票 那些人現在已經老了 老了 就要去上去上去 退休 當然是這樣 另外 強積金是大部分香港人 還要的 退休的保障 那怎樣 強積金過何呢 這件事也是 沒有理由 現在這麼晚 都還未搞到 讓香港人可以在內地 按年 或者按月 支取他的 退休費 生活 醫療方面 比較麻煩 老實 因為 你願意去 都是暫時的 他也是相信香港 醫療比較多 他說現在什麼 港大的深圳醫院 覆診 接受政府的津貼 這些事情都可以搞 但是 一兩個地點 誰用什麼 數量太少 其他生活保障上 政府也鼓勵更多 公營私營機構 合作伙伴 去大灣區 城市發展 以改善香港 和大灣區長者的住宿發展 我想最後一定會有些 老人的退休 宿舍 都會在上面 擺放 的確 在上面的照顧 一切都便宜很多 香港 請人都請不到 的這麼小的地方 很麻煩 香港是香港人奮鬥的地方 大部分長者都有鄉親的 在大灣區 所以退休之後 回鄉 這是很合理的情況 究竟香港人 對大灣區 退休的興趣是多濃厚呢 原來有38%的人 是想著去大灣區退休 很誇張 一會兒 38%的人 打算去大灣區退休 你想想 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高達85%的人 有信心在當地 在大灣區實現 他理想的生活 但是 有63%的退休 他們覺得自己還未儲 儲夠自己的錢 未必足夠他理想的退休生活 缺口高達197萬 這是中位數 算多了 因為退休 你再想著賺到197萬 不太容易 我不知道 這些可能是沒有物業的人 大灣區退休三大熱門的城市 哪裏呢 34%是珠海 第二 31%是深圳 第三 29%是廣州 廣州那麼多 廣州是比較貴的 比較 不知道 人們可能喜歡城市生活 如果住在大灣區退休 有三個原因 最主要是哪三個原因 80%是因為消費水平較低 這是最重要的 就是說 你可以享受一些更高質的生活 58%是因為樓價較便宜 在香港隨便宜 400萬都找不到一間好一點的房子 但是在大灣區 剛才說過 珠海一百萬一千隻 怎麼會不回大灣區 這是理性的選擇 54%是因為社區環境較好 一般般 我們住過 可能我們還是這個年紀 一般 大灣區就業有三個憂慮 就是 這個 73%說 不太清楚就業 我說在這裏 突然說就業 不太清楚醫療政策 68%說不懂社會福利政策 62%說不清楚稅務政策 不過這不關退休的事 因為我們認識一些人 年輕人 就跟父母 賣了香港一間房子 在國內賣一間房子 父母退休 就想兒子跟著他 那兒子又畢業 沒有什麼工作 就在國內找工作 隨便找工作 隨便找一份工作 是的 就是 這樣的生活 他去買一輛車給他 就是這樣 就像兒子在身邊 那麽 好了 如果在大灣區 退休的個人之中 有25%沒有任何醫療保障 87%有興趣到其他大灣區的城市退休 但是要認識整個大灣區的醫療產品 這是非常重要的 有興趣對大灣區的退休的受訪者 有12%沒有任何醫療保障 有13%是有團體的醫療保險 那麽就是說有25%退休的時候 他們沒有任何醫療保障 所以這裏 變成有需要 就是要求在這裏 好了 那麽無可否認 我想總結一下 就是 在大灣區的消費 是比香港便宜了大折 那麽作為香港的退休人士 絕對是覺得 這個是理想的居住天堂 既然可以經常享受到廉價的美食 生活的文化和天氣和香港很接近 天氣很嚴重 那麽 大家的地域差不多 那麽 那麽除了我個人認為 因為我上網很重要 所以翻牆比較麻煩 那麽時候我在國內 沒有可能做到KOL 那麽其他的一切都是比香港便宜很多 那麽所以我覺得 去北上 退休是一個理性的選擇 以前我住過幾個地方 那麽 所以我覺得 只要你適用三個APP 你就可以橫行無忌 那麽就是 那麽生活舒適度 可以是五星級的 那麽所以如果你有樓的話 其實有些方法很簡單的 就是你租一間樓出去 那麽你就變成有租金收 那麽接著你 那麽在國內又買一間一百萬左右 那麽你就 利用收租的錢 那麽在香港 隨便都要兩三萬 你租一間房子出去 那麽就要求錢 在國內生活 那麽多舒服 是不是呢 租又不用交 那麽到處玩 人家說兩個月去一次旅行 二十多旅行就行了 那麽好了 那麽 那麽 現在是越來越多人 就銀發族 選擇上去 北上退休生活 那麽香港就必然 就越來越少人去消費 這個好肯定 這個是一個趨勢 那麽你認為 香港的港幣會怎樣 還有些地鋪 你猜會怎樣 會不會還有前途 那麽 剛才我說了 38%的人 在北上退休生活 即是說 即是說 未來 退休的人 年老的人 有38%不會在香港生活 亦都不會在香港消費 或者是少了 對嗎 那麽你想一下 未來香港的消費 還會怎樣 內部消費 當然是越來越沒有運行 這個就是嚴重的問題 那麽好了 人人都北上 那麽結果是什麽 經濟發展當然也是北上 香港還有什麽經濟發展 這一代人還可以利用 兩地 這個 即是 大灣區和香港之間的樓價差別 來扶持他們北上的生活 退休 就可以很舒適 但兩地將會進一步融合 什麽是融合呢 即是說 樓價、薪金 香港將會逐漸下跌 最後 和大灣區 厲害的那些城市 就會 貼近 我始終以為香港會高一些 我講過很多次 但是 再下一代 就沒有你知果仔唱 那麽你就 比較辛苦 好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希望你都會曾經想過 如何安排自己的退休生活 每一個人都應該為自己的未來安排好的 千萬不要等到自己要面對的時候 才會 哎呀死呀怎樣 那就不是多好 好 希望你喜歡這段影片 希望你會分享給你需要的朋友 他都有機會去退休 你就告訴他 這個節目 這條影片 可以幫到他 多謝大家 記住 點贊 Subscribe 拜拜